台中市西屯区昨天下午午时时,一名驾驶车驾要驾千万的进口名车劳斯莱斯,行津青海路385号前10,已因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前方东南客运公车刹车,劳斯莱斯刹车不急,直接撞上公车的后方,千万名车的车头当场凹陷,警方或报到场处理,劳斯莱斯的驾驶向警方表示,车子是老板的。 未来会想办法处理,据查千万名车的维修费至少数十万至上百万,处理警员也忍不住形容是好贵的车祸。 经查赵氏的22岁张姓男子驾驶的名车劳斯莱斯是登记在台北市内湖区一家汽车代理生的名下,张也向警方表示会处理善后。 另外驾驶东南客运的周静司机,42岁,则表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知道车尾被撞了一下,没想到是被如此名贵的车撞上。 经九侧后,双方的九侧只为零,初步研判车祸照因为未注意车前距离,后续双方车损赔偿,由双方自行协调。 台中市东南客运昨天下午被千万的劳斯莱斯撞上,车尾略为凹陷。 记者陈宏瑞翻社分享台中市西屯区青海路昨天下午发生一起劳斯莱斯撞公车的车祸。 劳斯莱斯的车头凹陷。 记者陈宏瑞翻社分享台中市西屯区青海路昨天下午发生一起劳斯莱斯撞公车的车祸。 劳斯莱斯的车头凹陷记者陈宏瑞翻社分享。